哈喽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最近购物的试穿 我最近买了好几大箱子的衣服,鞋啊,饰品什么玩意儿的 然后主要是来自ASOS这个网站和Zara 还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很多衣服都是今天下午刚刚寄到的 我还没有打开看过 我想今天跟着大家一起一件一件的试穿 然后请大家帮我决定一下哪一件比较适合我,比较好看 就是这些衣服的去留,要请大家帮忙提意见 那今天视频呢有可能会比较长,然后内容也会比较丰富 我预感也会试的比较累 那希望大家能看得开心吧 然后给大家的购物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第一部分想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来自ASOS这个网站的东西 第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个小黑裙 它是蕾丝的一个材质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 然后盖这个细尖袋再加上两个小飞叶这个设计 把那个手臂最胖的地方给挡住 然后这个裙子是那种比较高腰的设计 然后稍微有点威领 它这个蕾丝的材质是非常好,非常厚实的 所以我应该会把它留下 那这个衣服呢,不管是你稍微有点正式的场合 穿一个高边鞋或者是你平时我觉得穿一个小白鞋或者平底鞋 你出门也不会觉得过于正式也是可以随便出去出门的时候可以穿可以驾驭的一个衣服 那这儿有一个设计是镂空的 然后我觉得会增加一点小性感 然后你看它是那种透的嘛整个 但是它里面是有肉色内衬的 所以不用担心走光 然后大家可以近看一下它的材质 就是很厚的那种质量很好的蕾丝 整个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做工非常好 就是你别看它还不到一百块钱 不到一百美元 但是我觉得它的质量你要说卖个一百多也是ok的 大脸凑过来了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耳环是Style Nanda的 是一个塑料那种透明的 然后红色的那种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个红配黑还蛮搭的 它还有透明的和黄色的 然后我觉得红色比较显气色 然后就买了它 这件呢是一个连体裤 是这种肥肥大大方块松松的 然后它的设计是旁边有一个开叉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就可以露出小腿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这样旁边有两个竖条条 它没有口袋 我觉得还走起路来还挺飘逸的是吧 好你把这种所有的肉全遮住了 这条的问题就是它裤腿太长了 我之所以配一个这么高的高尔鞋 其实我觉得它们俩是不搭的 但是因为它这个裤腿太长了 如果是我真的要穿的话 应该会去捡裤腿 那因为美国修裤腿 我感觉是不太方便的 一个是比较贵 另一个就是修的地方 这种服务的地方蛮少的 然后我上一个视频有一条裤子 蓝色的那个长裤 就很多人都说你都脱地了 你怎么都踩到它了 我其实那条裤子 我真的在生活里我没有穿过 因为我没有就是去把它改裤腿 我觉得这件脸体服其实也可以里面搭一个T恤 然后换成休闲一点的鞋 然后拿一个这个比较有个性的可爱的包包 这样穿也OK吧 就另一种风格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是那种皮优吧 然后我觉得它设计的蛮可爱的 这个就是提的这个袋子是打了一个蝴蝶结 然后这个五金拉起来也挺顺的 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单格的一个这么一个包 容量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小内藏 就放一些卡啊钱啊什么的 我觉得还OK吧蛮可爱的 这一身呢主要是这个裤子 大家不要介意啊这裤子好皱啊 这样的 超级阔腿像裙子一样的一个裤子 然后这个腰带是一个装饰性的 然后在这儿吊着一个装饰的腰带 松紧的腰 腰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号码是正好的 我觉得是一个类似于唇棉的一个质量 很好搭 还有很舒服的一个裤子 还有我脚上的鞋 鞋也是他家的 他家买的是匡威的一个小小点点的一个斑布鞋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就适合装嫩 你看我这一身是不是想回到小学的感觉 但是我要吐槽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包 你看他是不是超萌超可爱 一个小恐龙 就看我一看到他就我比较喜欢买这种奇形怪状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看到他我觉得哇一定要买 然后他也是那种你看像玩具一样鼓鼓的 然后里面全都是海绵 然后做工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你打开他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什么都装不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玩偶 娃娃玩具 你把它开舱破肚 这个创意是很好 然后把它做的QQ的萌萌的 可是问题是装不了东西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买的话 只能是当一个背着玩一个造型吧 但是我真的觉得蛮可爱的 可是我应该会把它退掉 因为我长大了 那下面这一身呢 上面是Style Nanda的一个黄色的T恤 我发现今天还挺流行 挺流行黄色的 然后他这个T恤的设计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也形容不出来 就这比较宽吧 然后有一点那么个蝴蝶袖的意思在 然后他这个边边也是那种不规则的剪裁 不收边的 然后我觉得颜色蛮好看的 这个白裙是ASOS的 比较运动感的一个小白裙 然后有两个口袋 质量也不错 很厚是那种棉质的 不是那种牛仔的 你看就这样 但是我感觉他的腰稍微有 对我来说有一点松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小一号的话 效果会更好 我还蛮喜欢的 是不是挺运动的 挺休闲的这样吧 下面呢是几个ASOS的墨镜和帽子 事先声明 我本人是比较难找到好看的墨镜和帽子的 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好看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我就不要留了 第一个是这个 就长这样子 嗯 镜面的 然后有点银色的 银灰色 然后是这种偏圆形的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 带那个圆形一点的比较好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可能是质量 他们家这眼镜质量不是很过关 我不知道这个看起来会不会很丑 就是他这个镜面不平 你有发现吗 你可以从我的反光看出来 就是他的反光你看 就是有点像整个镜面不平 然后这种凹凸的感觉 放大镜的感觉 现在这个呢 也是圆的 然后是这种蓝绿色的反光 上面带一个横条 就长这样 好看吗 我现在真的觉得 拆东西啊 试东西啊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可能是上了年纪 就是你知道吧 你东西到了之后 你懒得拆开它 你买的时候很兴奋 但是你真正到家了之后 你又懒得动它 我有时候东西到了好久 我才开箱 才一件一件事 黄 有点偏黄的反光镜面 嗯 它的问题也是镜面 你看这镜面 都都都都 把我的照相机 反射的都扭曲了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啊 好啦是试戴帽子的时间 这边都是草帽 滴滴 这样 今天还挺流行 这个帽子侧边戴字母的 是不是安迪戴火起来的 我不知道 反正就长变样 说实话戴这种大眼帽 其实更适合头发 比较长一点 可能我头发有点短 就会显得 就比例好像蛮奇怪的是吧 可以看一下圈 是不是这种比例 会不会很奇怪 这么大的帽子 但这么大的帽 然后会显脸小啊 是不是 第二顶帽子 在这里 也是草帽 这一顶呢 比上一顶 摸起来更加的硬 然后它透的孔也比较大 你这样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如果去拍照的话 洒在脸上那样一粒一粒的 我感觉也挺好看的 比较有那种feel 你懂吧 然后它的图案是一个这种 蝴蝶结 是这种 布料的 这样子的 首先它是 后面带一个这种 小格纹的蝴蝶结 然后这一圈都是这个蓝色 很好看吧 我真的觉得这点帽子 挺好看的 然后它这有一个 就是折进去的设计 蛮好看吧 但是我戴上的话 你们觉得好看吗 转一圈 反正就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 短头发带这种大眼帽 好像少了点那种浪漫的感觉 是吧 好最后一顶 是这样的更大 然后颜色更深 它这一圈呢 是这种透过去的设计 然后是两种材质的拼接 这样的 就炒 这个真的是超大哥 我觉得防晒效果 超好的 去海边 哇 是这几顶帽子式的 我现在好想去海边度假呀 你们觉得哪挺好看 这次顶帽子 快快给我意见 ZARA的一条白色蕾丝长裙 这件袋细的呀 我就很害怕它断掉 它的蕾丝是这种大花的 质量也是很好很厚实 这个长度是到小腿这儿 我觉得这个长度对我来说 我还蛮喜欢的 就把大腿胖的地方全都遮住了嘛 但是它里面的内衬啊真的很薄 很薄 就你仔细看 其实是会透的 所以 好看吗 足够好看 让我把它留下吗 小红裙 我发现我最近真的挺喜欢买红色的东西 你看这个小红裙呢 是没有腰身的 然后衣字尖 然后两条袋子 长这样 下面的这个是有稍稍有点那种弹力的材质 然后这个荷叶边呢就是那种 就挺正常的那种棉的感觉吧 这件袋也是 这件呢是一个连体裤 然后也是这种宽宽的裤腿 我承认是梁静如给了我勇气 让我在这么胖的情况下露大腿 但是我真的挺想要一个短裤的 因为我看中它这个肥肥大大的麻烦裙子一样 所以我自负的以为我可以驾驭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把自己的缺点都暴露了 但总理来说 该说这个衣服吧 我是挺喜欢的 那种发霉红的红色 然后是整体风格是有种乡村风的那种 小圆点点 它这个挺瘦的这个腰 我刚刚穿的时候挺费劲的把它提起来 但是它这做的很瘦 然后像我这种屁股和胯比较大的 都提半天才提起来 我手上这个包包呢 是Style Nanda的一个小竹篮包 然后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笑脸 这个笑脸呢是用不同的材质做出来的 有的是用这种线缝的 然后有的是这种猪猪 还挺可爱的 然后里面也是这种抽袋的设计 能装不少东西 看起一个小菜篮 穿着这个小红圆点衣服 像要去野餐的感觉是吧 下面呢是几条扎热的裤子 第一条是一个牛仔破腿裤 然后它的下面是一种毛毛边的设计 小顺顺 他们家这裤子呀 我发现了做的裤腰都比较大 我买我的裤号 你看这腰就肥出来这么多 美国的号码是这样 我觉得我会建议你 稍微买小个一号 腰才会正好 反正我个人穿太阳裤子是这种感受 这条裤子是我一定会退的 我给大家展示是因为我觉得 应该会有人穿很好看 它这个裤腰是低腰的 低腰就显得比例不好啊 然后你腿粗啊 屁股蛋毛被全露出来了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设计 就是两个颜色的冰接 然后破洞 然后底下不规则的剪裁 裤腿不规则的剪裁 这些流行的元素它都有了 反正我觉得是一件挺时尚的一个裤子 但它低腰的 它如果高的话我会考虑一下 要不然留它 推荐给腿长得美的姑娘们 我就说我最近很喜欢红色嘛 这红裤子的裤型很挺正的 是我喜欢的 我买的是最小号 休闲装 穿平底鞋 完全可以 handle住 如果你上身换个衬衫啊 什么的也是可以做一个office look 就上班也可以穿 我本人是超爱破腿布的一个人 然后我上一个视频做的就是破腿布的穿 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频道看一下 这是一个牛仔和小格纹布料的拼接的一个短裙 比我想象的要短一点 要紧一点 我以为它是那种比较A的 但它其实是挺包囤的 只有这个地方是散下来的 觉得它的设计还挺有意思的 两种颜色的牛仔 还有不同材料的拼接 我觉得挺好看的 下面是两个ZARA的包 第一个是这个 小后背包 然后它是这种编织的长相 你看摸上去还挺 就是整个拎起来还挺有程度的 前面的一个口袋 和 最大的这个口袋 里面还有一个夹层 质量不错 然后它的链子是这种 就是这种仿皮的感觉 还有一个长链子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它那个程度的由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呢 你平时 又是一个蛮像幼儿园小朋友 会用的一个东西吧 反正我觉得挺可爱的 就这样拎着它 或者是背着它 我只拆了一个一个尖档 大家就可以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意思 穿个小裙子呀 然后这样背着小包 好帮是不是 我可能买了一个盒子 哇哦 好酷 噔噔噔 这是一个包 一个盒子包 你看每一面都不一样 好好玩啊 真的有一个幼儿园的 会喜欢的东西 打开 哇 你看 里面就是一个小盒子 真的像化妆盒一样 其实在摆在家里当化妆盒也是挺好的 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这有一个金色的链条 我觉得穿的比较俏皮一点吧 会好一些 就穿的比较有个性 但是其实它挺不实用的 真的什么都装不了 首先手机你就没办法装了 虽然它装了挺多的 但是你没办法装手机嘛 这就是一个包设计的失败 ZARA的一双中跟黑色肩头鞋 水钻的设计 旁边是一种细道 然后根是中根 我觉得这个根的高度走路还蛮舒服 还蛮舒服的 是这种有点绒绒面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钻我觉得质量做的还挺好的 两个还挺对称的 挺大颗 也挺闪的 非常对得起它的价钱 那这双鞋呢也很好搭呀 像我这样 T-shirt 牛仔裤搭这个 增加了一点女人味 然后这个水钻也让整个这个时尚度和精致度有所提升 穿裙子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正式场合 就是可以hold住的 下面的两双鞋呢是来自 好像是这样读吧 然后他们家都卖一些 比较有复古感的小裙子 还有家居的东西啊 小玩意儿啊 包括鞋子 我第一次在他家买东西 一双熊猫的样子 白色的一个鞋 样子很可爱 它的问题就是它的质量 一般你看它的袖的东西 就没有那么精致 然后整个材料 还有它的走边 淘宝30块人民币的质量 所以我应该会把它退 虽然它很可爱 下面这双呢是一个西瓜鞋 尖头的 旁边是镂空的超有夏天的感觉 它连它的这个鞋面都是西瓜的图案 然后这双的质量呢 比刚刚那个好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穿个样式嘛 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这双鞋呢 就是较瘦的人穿 会更好看 终于把所有的衣服 鞋子什么的试完了 累死我了 真的是一项 吃衣服是一项大工程 我后面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所有试穿的衣服啦 希望是你们买衣服的一个参考 然后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我就很开心啦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投个硬币 然后还没有关注我的 快去关注我 YouTube在下面 然后哩哩哩哩哩在这里 这里上面 你觉得我拍的哪个地方不好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啊 也非常欢迎你来 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啊 有什么问题啊 也超级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变得越来越美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祝老师 最后快 祝你开心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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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